新郎正要接新娘的红盖头 怎料外面却突然响起枪声 吓得众人四散而逃 就连新郎官也二话不说翻窗逃走 等外面动静消停后 女人看着乱糟糟的婚房很是难过 过门头一天 她就把人扔在这裤屋子里 黑夜跳窗后 她干什么去 妈呀 你闺女的命 可真苦啊 桃子本是十里八乡有名的标志美人 七岁时被父母订了娃娃亲 但她却一次也没见过自己的未婚夫郑海 如今坐在花窖里 也只能对着她的背影猜想 今年俺都十九了 还不知道她长得什么样呢 对于未来 桃子总是充满期待 她觉得不论郑海如何 自己这辈子都是她的女人了 可谁曾想刚进门 郑海就给她泼了一盆冷水 洞房花烛夜流她一人哭的 想到这里桃子不禁掩面而起 就在她感叹自己命苦时 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起 居然是去而复返的郑海 窗外大雨滂沱 桃子亲手绣的婚鞋也湿透了 来不及问缘由 她连忙打开窗户将对方放了进来 这竟是夫妻俩的第一次见面 桃子有一肚子疑惑要问 郑海却旁如无人的钻镜被窝睡了过去 长夜慢慢 桃子借着闪电划过的亮光 打亮起新婚丈夫 长相周正 气质敦厚 看着是个踏实过日子的 桃子内心不由安息 她慢慢躺在郑海的身边 妈呀 你放心吧 凭着按着两只手 一定会让她喜欢这个家的 等到桃子被鸡鸣声叫醒时 公公和郑海已经在院里忙碌了 特殊年代人人都不富裕 公公虽然腿脚不便 但为人勤勉 郑海也有一身试将的手艺 桃子打算再养几头小猪 一家人一起努力 到时候日子一定能过得很不错 怎料就在她对未来无限畅想时 一阵敲锣打鼓声传进了院里 原来是恶霸老地主孔秀才又抓到了共产党 刽子手锋利的刀刃 和一脸正气凛然的共产党人形成鲜明的对比 桃子只看了一眼就被吓得关锦院门 谁料郑海却抄起大锤要出去和拼命 好在公公立声贺听了她 看着丈夫恼怒的模样 桃子立刻联想起她新婚业的举动 一个不祥的预感顿时涌上心头 这天她和郑海回娘家给父亲过生日 路上遇到冯赤子在枯坟 郑海告诉桃子 冯赤子原本不吃 但自从未婚妻被孔秀才糟蹋后 修奋跳了龙台 连个尸首都没找到 她就整个人变得吃傻 在自己家门口给她的未婚妻做了一个衣冠种 整天跪在坟前哀哭 桃子同情缝赤子的遭遇 就拿了两个馒头给她 两人来到村头看见大姐和三妹正在洗衣服 桃子接过三妹手里的活 让她跟着郑海先回去 自己则和大姐一边洗衣一边聊起天来 姐妹二人许久未见 自然有说不完的话 正当大姐哭诉自己的不容易时 三妹就一路跑来说 大姐夫和二姐夫吵起来了 原来做生意的大姐夫走南闯北 到处打点人际关系贿赂军级 在郑海看来 姐夫这些钱来路不正 你的钱来的正经 你 确认 确认 反正这年头啊 老是人吃亏 对 种地的没粮食 晒颜的吃淡菜 我看哪 早晚得改 穷就是穷 富就是富 这是命力注定的 哦 你能翻门歌 大姐夫劝郑海小心说话 担心被别有用心的人说成是共产党 共产党不共产党我不知道 反正这都是石领 人都长着个脑袋 还能不想想好歹 还是少说这些话 省得让官府知道了 像孔志鸿一样 是要杀头的 大姐夫的话 让桃子的心一下 惊到了嗓子眼 没过半年 桃子就诊出了喜脉 他高兴的和丈夫分享喜讯 高兴的珍海忘乎所以 他脱下挂子 当做婴儿抱在怀里 然后又高兴的放到桃子怀中 逗他开心 没想到却暴露了腰间的手枪 这让桃子一下慌了神 他赶紧劝郑海回头 毕竟公公瘫痪 哥哥又长年不在家 现在他还有了身孕 整个家都指望着郑海 他不能出一点差错 但郑海哪里听得进去这些话 还直言娶了媳妇耽务他的大事 我就知道 有了媳妇没好事 不是孤寂是闹 谁闹了谁闹了 两人越吵越凶 公公以为郑海欺负桃子 冲进来就给了他一拐杖 在父亲和桃子的再三逼问下 郑海说出了自己参加共产党的事情 桃子本以为公公会像自己一样 劝丈夫回头 怎料公公却张口问道 你们的组织要不要我 爹 爹 有用的找我这个摊子的地上 尽管吩咐 原来郑海父亲的残疾 都是孔秀才那活人迫害所致 公公告诉桃子 郑海在做正确的事 因为只有共产党才能打倒孔秀才 而且村里像郑海这样的共产党人 还不在少数 桃子虽然不了解共产党是什么 但在郑海和公公的介绍下 态度有了很大的改观 家里也变成了共产党人常用的接透点 可惜天下没有不拓风的墙 孔秀才的人很快闻风打来 共产党的领导人离开前 将一本小册子交给郑海 并嘱咐他一定严加保管 郑海担心自己被捕 便将册子转交给了桃子 希望他能完成自己的使命 说吧便像新婚业一样跳窗离开了 等孔秀才的人赶到事 家里只有瘫痪的公公和拉扯孩子的桃子 诡计多端的孔秀才为了逼出共产党人 不顾公公年迈就将他绑了起来 看着不远处全副武装的士兵 公公立刻识破了孔秀才的奸计 将军们啊 别出来呀 孔秀才的兵 包围了村子 拔入了路口 正引动你们上钩呢 千万别中他们的奸计呀 公公的话让孔秀才恼羞成怒 他立马命人砍断绳子 将公公摔了个头破血流 孔秀才以为这样就能让公公屈服 于是凑过去逼问共产党人的下落 谁知公公根本不惧生死 还一口鲜血喷了孔秀才一身 当众出丑让孔秀才彻底默默 他将公公再度掉起 身下还燃起了熊熊溜 等天色渐暗时 公公已经彻底没了气息 桃子悲痛万分 但孔秀才根本不给他流泪的击 他将桃子女子压到街上游行视角 并散播谣言污蔑桃子名声 不明真相的群众受到蛊惑 果然议论起来 想起公公慷慨赴死的英勇名 桃子也学着鼓起勇气 对着众人开始揭露孔秀才的伪善 气急败坏的士兵赶紧推倒桃子 让他闭嘴 结果他的头磕在了石头上 瞬间鲜血流了一脸 但他没有丝毫畏惧 另一边组织上认为当下形势紧张 建议郑海去外地避避风头 临行前郑海决定先去和桃子告别 桃子父亲一听郑海要撇下妻儿独自逃走 立刻哭嚷起来 直言郑海就是个狠心人 说什么都不让他离开 但桃子却安慰父亲 你归你为他受苦 可他为谁受罪 他受不过 遭的罪 只比你归你多 不比你归你少 可是他向谁诉说呢 不仅如此 他担心郑海路上挨了 就拜托母亲为他多准备些干粮 还让把家里攒下的首饰给丈夫带上 路上换钱不一定能用得上 路费 组织都给了 你们党里的钱尖贵 能省就省下 看着虚弱的桃子拖着病体为他操持 郑海心疼不已 他抓着妻子不愿离开 桃子却哭着劝郑海快些出发 还说不管他走到哪里 走了多少时间 自己和孩子始终都会在家里等着他回来 说罢便咬下郑海胸前的扭扣 这是你 心口握上的口子 除非俺 谁也不能给你盯上 你听见了吗 郑海连忙点头硬下 可不等夫妻俩把话说完 孔秀才的人就追了过来 郑海只能再度出头 跑到大姐夫家附近想要避避风头 怎料大姐夫为了避险 说什么也不让他进门 隔壁的小寡妇深知孔秀才的手段 想让郑海去他家躲躲 但郑海却碍于小寡妇的戏子身份 拒绝了他的好意 事后小寡妇去探望桃子 恰好撞见回来的桃子哥 桃子娘很不解 小寡妇为什么见到他儿子脸色大变 便追出来询问原有 原来在郑海逃走那晚 她在孔秀才的兵里 见到的告密者正是桃子的哥哥 桃子娘失望不已 回家就去质问儿子 而且她刚在街上 听说郑海已经被人打死了 今天噩耗在家中传开 桃子直接晕了过去 但孔秀才并未就此放过他 想要借着不明真相的百姓之口 用谣言逼死他 在那个女人明节至上的年代里 丈夫刚死就赶嫁 简直就是十恶不赦的大罪过 可桃子就在这样的环境下 被孔秀才逼着嫁给了冯池子 看着同样金举的冯池子 桃子一头扎进龙毯 好在冯池子紧跟在后将他救了下来 看着桃子沉睡的模样 冯池子认出他就是当初 给自己馒头的好心人 他向桃子一字一句 说出孔秀才的阴谋 说到伤心处又哭了起来 看着池子这般可怜 桃子决定好好活着 和孔秀才都到底 为了麻痹孔秀才的眼线 桃子开始走到哪里 都带着冯池子 路人的嘲讽像尖刀刺的他前窗白孔 昔日的老邻居也不解他的选择 孔家 叫你嫁人 你就嫁人 你可真听话 你把真海给忘了 你把真海的爹也忘了 就连关系亲密的打击 也恨不得没有他这个妹妹 只有出身不好的小寡妇 愿意与他交好 他从来没有贬低过桃子 因为他也是穷苦出身 七岁母亲去世后就进了西班 十七岁时被冯司令糟蹋 父亲去告状 却被孔秀才活活打死 后来又逼着他嫁给孔秀才病重的侄子冲醒 没两月自己就守了寡 而他一直与正海的哥哥情投意合 却因为这世俗的观念不敢在一起 他将桃子邀回家中 吃吧 俺真心哥呢 俺让他躲了 俺这一辈子 要么等他的花椒 要么 等他的棺材 大伙都瞧不起你 这个滋味俺知道 男的能另取 你都为什么就不能改嫁 这天母亲带着三妹和儿子来看桃子 三妹看到桃子给封痴子装东西 立刻就变了脸色 他觉得姐姐改嫁入了全家人的名声 但母亲并不这么认为 他深知女儿心性 觉得一定另有苦衷 果然一看到母亲 桃子就哭了起来 他想扑在母亲怀里一速中长 谁料抬头就看见孔秀才的眼线正守在窗外 跑到嘴边的话又咽回肚里 他只能哭着向母亲保证 自己从未做过对不起他人的事情 日子一天天过去 全国革命形势一天大好 孔秀才的势力不如从前 守在桃子家外的眼线 这才被撤了回去 这天晚上桃子娘正在补衣服 突然一阵敲门声吸引了她的注意 谁啊 我 郑海 你是人是鬼 别吓唬你事 真的是我 从关东回来了 郑海还活着的消息让桃子娘欣喜不已 可想到女儿已经改嫁 她的心又沉了下来 果然郑海一听桃子改嫁的消息就变了脸色 次日在父亲的坟前 她遇见了正在祭拜自己的桃子 看着她趴在坟前痛哭流涕的模样 郑海心疼万分 刚准备上前相认 就看到冯赤子找了过来 郑海顿觉遭到背叛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却不知冯赤子敢来 就是为了告诉桃子郑海回来了 桃子文言高兴不已 赶紧跑去破庙和郑海相会 没想到一眼就看到对方胸前的扣子已经被捕了回来 她以为郑海在外面又有了女人 伤心之下也没了对质的勇气 她哭着离开了破庙 好在冯赤子不想因误会拆散他们 连忙跑去向郑海说明了一切 听闻真相的郑海羞愧不已 她寻着桃子的脚步回到昔日的家 那里早就没了往日的温馨 只剩下断臂残元素说着往日的恩情 桃子将郑海当初托付给她的小册子递了回去 随即就要离开这片伤心地 郑海立马喊住桃子 表示自己已经在冯赤子那里知道了所有真相 说着就摘掉了胸前的扣子 桃子健壮终于喜极而起 她扑进郑海怀里 将多年来的苦楚一一道出 桃子拿出针线郑重地将扣子缝在郑海胸前 桃子 你知道这里面包的是什么吗 不知道 俺只知道 他比命都贵重 这里面记录着 咱们党使用的枪支弹药和埋藏的地点 你为党 做了一件大事啊 随即她将红布盖在桃子头顶 一如新婚之夜 桃子和郑海的故事 是一个时代的年轻夫妻所以 丈夫投身革命为了普罗大众的事业奋斗奔走 妻子在家不光要惨遭地主迫害 还要遭受亲人朋友的不理解 她从一个担惊受怕的普通群众 变成坚定的革命追随者 她的成长是靠血泪堆砌起来的 在那个时代里 哪怕思想在先进的女性也要遭受世俗的审判 男人可以再娶 女人却不能改嫁 封建枷锁比比皆是